Hello大家好,我是梅小布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那个爱用品分享 然后呢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非常的多 然后范围也很广,所以我就尽量快点说 然后我这些东西有一些呢是那个 不只是我二月份爱用的,还有之前有用的 然后我觉得很好用,但是没有机会跟大家提到 然后今天就一并放在这个视频里面 然后我就快点说,然后如果实在这个视频太长的话 我就会把它剪成上下两集这样子 好吗?然后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推荐的产品,推荐爱用的产品,就是这款 这款是资深堂的那个抗皱眼霜 我为什么觉得非常喜欢用它呢 是因为我之前有段时间皮肤非常干燥嘛 然后我上妆的时候眼部底下就特别容易干 因为鸟上的东西非常多 然后后来我笑起来的时候,我属于那种有那个 卧坛的人 然后呢笑起来之后,这下面呢就会比较容易长一些细纹 然后我就发现我笑好之后呢 它有一些粉就会卡在就是我这个就是说细纹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害怕,完了我二场皱纹了 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一罐,然后因为我听说它非常好用 然后那个针对细纹就是说那种还没有形成真正皱纹的那种小纹路 特别有帮助,所以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我用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吧 我真的发现我这个细纹就是慢慢慢慢开始消失了 就是抚平了,然后我就上那个妆的时候呢 我也不会看到它就是有明显的就是小细纹在这里了 所以我就觉得它特别特别有效果 所以你们如果有谁是和我一样会有一点点就是 就是在会发现自己会有一些皱纹就是小细纹 就它还没有继续形成皱纹之前,你就快点用它 然后会帮助你能够延缓你那个长出皱纹的时间 然后是一个喷雾,这个喷雾呢是这款 这款那个Body Shop家的这款那个喷雾 是Vitamin E系列,就喷头特别特别的就是好 它会喷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细腻的 对于这样Face Mask,它最主要就是需要就是说 它喷出来的东西细腻,这样子的话你皮肤会比较好吸收的这一点 然后而且就是说它也不算特别贵吧 但是是在Body Shop家是比较贵的,是7刀好像 但是我觉得它值得这个价格,它有100ml的,其实可以用瓶酒了 我就觉得这个喷雾的喷头我是特别喜欢的 好,接下来呢,这款呢是一个我有没有觉得我会喜欢它 但是它真的挺好用的一个产品,就是这款 ELF家出的那个Daily Hydration Moisture 这衣服跟衣服好配,然后这颜色我很喜欢 我不是因为这个要买它的,是因为就是之前ELF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它会卖那种非常便宜的化妆品 大概一刀三刀,然后十刀封柄那种 然后后来它去年年底的时候出了一个Skin Care Line 然后呢,它就其中包括这一支,这一支是获得了ALURA奖 2015年的奖,然后通常来说呢,就是你看到那个 你如果知道ALURA,它就相当于是美国的COSMO 就是那种,基本上市面上你看好用的那些货货品 装都有多多少少获得它们的奖 然后就觉得这个凭什么一个八刀的Moisture 为什么能够获得一个奖呢,我觉得非常神奇 它也不会,我就买来试试看 因为我想如果真的不好用,我就来涂那个涂身体,涂手什么都可以 然后我后来发现它的成分是那种非常简单的 就是有那种Cajoba,然后还有那个芦荟,然后Vitamin E,然后还有那个黄瓜 这种东西就是便宜,但是又是补水和润肤效果的一些植物 不植物,Vitamin E不是植物 Anyway,它就是一些补水的成分嘛 反正这成分非常简单,也许就是为什么它会很便宜 然后它的味道是那种我特别喜欢的 它是那种非常清新的那种,真的带有那种芦荟黄瓜那种味道 然后我觉得很好,而且它的那个质地给大家看一下 它质地是那种,那种你看,介于lotion和那个cream之间的那种质地 然后涂上去也不会太那种粘腻那种 所以就觉得我觉得,而且味道真的特别特别特别 然后对,然后就觉得也挺好吸收的 就是有很多人喜欢就是moisture,就是要附带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你需要就是说美白啊,或者是需要那个就是更多抗皱啊 或者有些人喜欢要加spf进去的 也许你就会觉得这个不一定是你最好的一个moisture 但是呢,它那个我觉得它特别特别适合当护手霜 因为你看它的size就是那种一般护手霜的大小 你看这个我之前买的Origins加的,那颜色也特别像 就是差不多size,而且这个还是那种按压式的 所以就特别好控制量,然后它手上呢也不会特别的就是 它手上就是很清爽,而且超级容易,马上就吸收了那种 这款呢,我不是非常喜欢,我就有点后悔买它 它那个味道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呢 它那个就是在手上还是会感觉到有点黏腻 我真的是不太喜欢那个护手霜黏腻啊 这个真的是八刀的护手霜,你都很难买到 这种这种质地的,或者这种保水度的 反正我觉得特别推荐,就算你不当面霜,当护手霜 护脚霜好了,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入的 所以关头发吧,头发就是用推荐的这个是OVAY的这款 那个就是hairspray,这款呢就是很多那个就是博主 时尚博主或者是youtuber也会有推荐的 然后因为这个就是专门就是可以让你增加发量 就是让你头发看上去更加蓬松,然后风银 对,然后这个,但是这个市面上我感觉真的非常贵 因为我买的是300磨,然后大概是8.5盎司的 要卖到44刀,come on,真的很贵 然后但是它就是效果特别好 然后就是那种就是你稍微就是喷在头发上 然后稍微就是当然记得要多喷一些 然后真的会让你头发刚才就是分长了一圈 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属于头发特别特别细软 然后而且稀疏的人,所以我特别需要这种 然后用了也挺多种就是喷雾的 但是我觉得这款是我遇到过的,就是说真的是特别有效果的 但是它价格特别贵 而且我之前还想买一个小瓶嘛 它那size帐帕我就是出门的时候 或者是travel的时候,旅行的时候比较好用 但是那瓶大概量,大概只有2点多盎司的样子 但是价格是它的一倍,一半是不是 22刀就是特别坑爹 接下来再说一个就是女性的喜护产品 刚开始推荐它的时候其实挺犹豫的 因为我想这个太好意思 因为我想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就是说 那个跟大家提倡一下 就是说你还是需要就是一个专门洗你自己 就是说私密的一方面的一款产品 因为你想洗脸的时候洗脸 然后洗头发有专门洗头发的东西 然后洗身体有洗身体的产品 为什么女性最重要的部位 你不用一个专门洗它的东西呢? 所以说我觉得这款就是还挺好用的 然后而且它的质地非常非常温和 它一瓶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要给大家说说一下 提倡一下,我觉得每个女性都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产品 来保护一下自己的最重要的部位 好,接下来呢就是彩妆部 我要就是最近要去Texas旅行 所以说呢我还在打包一些东西 就是化妆包 我会想要之后会做一个专题 把专门说我旅行的时候带一些什么东西吧 OK,第一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用的一个产品 就是Make Up For Ever这款Ultra HD 它叫那个Invisible Cover Foundation 这款Foundation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好用的点在于呢就是说它上妆的妆感 是那种特别贴在肌肤上 让你觉得就是你自己的皮肤 但是遮瑕力就是更加完美的那种 你能问意思吗 因为就是它上面写的是Invisible Cover 为什么说 就是说它真的做到就是Invisible Cover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老公是属于那种 我脸上擦Moisture 他都会说你脸上擦什么东西的人 然后但是我有一次试验它嘛 然后上妆之后 我就觉得感觉跟我皮肤没有什么两样 它是更加就是皮肤更加Flawless更加完美的 所以我就把他叫过来看 你看我上了什么东西吗 我没有上任何眼罩什么 我只上一层粉底 然后他跟我说脸上没有东西 然后我就说yes 对不对 我找到一款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Invisible的那个Foundation 而且比如说它上一层大概最多是Medium的那个中等的那个遮瑕力 然后你可以再上一层 然后再上一层 然后达到那种就是Full Coverage 但是也不会让你的脸显得非常有妆感 然后其次呢它是特别适合在那个 特别适合就是说上镜头的 因为它就是Ultra HD 就会它在镜头下面会显得你的皮肤非常的完美无瑕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很适合比如说你要出次约会 或者是你有今天要出去旅游 然后就是需要一些就是拍很多照片 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场合 我觉得这罐真的是特别好用 我会把我那个色号和就是今天所有我提到的产品信息 放在下面的那个信息栏里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 接下来要说的一个产品呢 是一个那个Eye Shadow Palette Too Faced 是这款Too Faced Chocolate Bonbons Palette 你看它的包装是那种特别少女心粉色的 虽然我本人是对这种粉色系的 就是外包装的零化妆品没有特别感到 因为我更加喜欢那种像Mark Jacobs那种 黑色系的 但是非常有设计感的那种外包装 但是各位请看一下里面 它里面也是爱心 是不是超美的 你看这里面 而且它打开的时候 有一股那个可可粉的味道 虽然就是那种内致的可可粉的味道 但是 打开这个味道我觉得不难闻至少 我觉得挺加分的 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的话 然后 这个虽然就是情人节过了 真是我觉得情人节 自己它的理不锐 它的粉质真的是超级无敌细腻的 而且显色度也真是爆好 其实它那个G盘 那个眼影盘呢 我觉得还是挺多样化的 你可以打造不同的妆容 它也有一些基本的颜色 可以让你打造一些那种 大地色系的妆容 比如说我今天眼睛上用的 全都是G盘眼影盘里面的那个颜色 你看没有任何跳的颜色 但是如果你喜欢一些 比较有乐趣的 就是比较放的那种颜色 它也会有的 比如说那种霉红色 你可以把它加在就是眼部底下 然后会让你的眼睛看上去挺好玩的 那种也不会特别夸张 我觉得 而且就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觉得其实它有可能不太适合 作为你第一盘 Eyeshadow Palette 我就比如说Naked One 或者是Lorec Pro 会比较适合作为新手的第一盘 演艺盘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还是挺适合就是刚刚开始化妆的 然后它特别贴心 它就是包装里面也会就是有一些那个 instruction 就是告诉你它就是有三种look 给你烟熏妆 然后日常的妆容 和就是怎么样 用这个美红色 虽然我觉得这个美红色 有可能不太适合亚洲人 但是我觉得它还挺好的 我觉得至少这两个 你还是可以就是 就是平时用一下 这一款呢 产品呢就是 这个 Urban Decay家的这个 setting spray 它那家setting spray呢 就是有很多种类 有一些就是保湿的 还有一个是 我都已经忘记了 但是这个是就是long lasting 就是可以保持很久的 那种效果的那个 那个makeup spray setting spray 然后它是那个 为什么觉得它特别好用呢 我有说到那种喷喷 这种喷喷的那种东西 产品 就是它的喷头好不好 真的是非常有讲究 刚刚我说的这款 这款嘛 就是它的喷头 是喷出来的产品 非常细腻 而这款呢它是属于那种喷出来的 就是 就是水特别的散 然后你就这样喷一下 基本上整个脸都可以cover掉了 然后基本上就喷 最多两下 你这个整个脸就已经set好了 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方便 然后 而且它的持久力 也是真的很不错的 通常来说呢 我用它的时候 就会就是搭配着那个 就是我的cushion foundation 气垫粉底来用 因为气垫粉底不太持久力不太好嘛 所以跟它搭配用 我觉得它会延长那个 持久力很久很久 特别有说到气垫粉底 忘记说了 就是这款那个 L'Oreal的那个 True Match Lumi Kitchen Foundation这一款 然后我之前因为有出过专门的一个视频 讲它和那个韩系的那个气垫粉底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会把那个上 那个视频连接连接在下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就开始说就是其他万七八糟的东西 也不是万七八糟 好 第一个可以给大家猜猜的是一个茶 这个茶我觉得特别好喝 是那个 Tivanas家的这款叫做 Youth Berry Wild Orange 这个口味 看来我就快喝光了 这个味道就是那种甜甜的 然后就是有一点点酸 但是就是总比来说 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清新的 而且像这种花茶嘛 它是那种可以就是 花茶嘛 这种是 White Tea 它是就是可以抗氧化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 我也给很多朋友喝过 然后他们也觉得 这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而且那个Tivana 其实在各大商场里面都有 因为它属于那个Sharbox旗下的嘛 所以就相当于就是到处都有 你懂的 对 对 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美剧 我是属于那种 我特别特别喜欢看美剧的人 所以就是我基本上就是 我看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美剧 但是我喜欢都是比较重口味的 比如说我喜欢看巡师走肉 我觉得那个真的挺好看的 虽然口味比较重 然后还想看那个 就是 How to get away with mother 就是逍遥法外吧 中文叫 那个美剧第一季特别特别好看 第二季 一般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然后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美剧 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好看 但是很少有人看 或者是在国内不太火的 一个叫Shamwins 五尺之徒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它现在已经有第六季了 然后它已经有六季了 对 然后呢我为什么觉得它好看 它其实讲的东西都特别low 是那种芝加哥底层的人士的生活 我为什么觉得它很好看呢 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它你们主人公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完成了 我觉得好多好多人想做没有做过的事情 有没有 我不一定想做 但是就是说 它每次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blow my mind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 我就觉得 我靠你 我就觉得哇塞 你这个还可以这样做啊 然后就特别神奇 而且还挺搞笑的 然后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就觉得真的是它慢慢慢慢吸引到我 我就很想看这还能做什么 这还能做什么 还能做一些什么五尺的事情 就跟中文翻译一样 就五尺之徒 它可以五尺到极点 然后我就觉得它还挺好玩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样啦 如果大家有就是任何的产品 也想要推荐给我 让我用的话 请给我留言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